大家好 歡迎來到說4 那我們今天又請到了Sherry 來跟我們一起實測寵物友善餐廳 嗨Sherry 哈囉 那我們今天的話有兩家餐廳 要一起去實測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出發吧 GO 我們現在來到第一家寵物友善餐廳 它叫做Hot Cafe 那我覺得它的名字還蠻有創意的 就是客家話叫Hot Ka 然後Cafe叫Fei 把它結合成它的名字這樣子 那Sherry你覺得這一邊的氣氛怎麼樣呢 竟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客家的元素 就是有客家花布啊 然後也有那個復古的菜廚 然後整個氛圍它們都是用木製品來打造的 所以其實蠻溫暖的感覺 我點的這個是客家松阪鹹豬肉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它的豬肉是用松阪去做的 所以比起三層肉比較沒有那麼的膩 那還有搭配它的番茄肉末 所以吃起來就是蠻清爽的 因為它番茄肉末配上松阪豬就是解膩 整體下來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然後飲料我點的是桂花柚子茶 那它除了柚子茶的味道的話 有淡淡的桂花香 所以其實喝起來跟一般柚子茶蠻不一樣的 我覺得大家有來的話可以來試試看 然後最後是他們招待的松餅 那它上面就是有黃豆粉跟焦糖脆餅 其實我覺得焦糖脆餅去搭配那個冰淇淋吃起來還不錯 有脆脆的口感然後又有焦糖的香 這邊想請問Sherry覺得它咖啡寵物友善的部分怎麼樣呢 它的座位有分就是室內跟室外 然後室外的話就是可以不用推車 那室內的話可能就是需要寵物在推車內才可以進來 我覺得戶外不錯的點是它有個大草皮 可以讓就是你的毛小孩在外面跑來跑去的 然後它外面有設置就是那種錄影的小帳篷 其實很適合人來拍照 就是跟寵物一起拍的漂漂亮亮的照片 這邊想請問Sherry會給它咖啡寵物友善的分數幾分呢 這邊的話我會給它3.5分 那我們接下來先往下一家餐廳 好 走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家寵物友善餐廳 叫做意醬意式湯麵 它其實是連鎖餐廳 我們選擇的是中壢瓷繪店 它位在住宅區內所以很安靜 整體環境也讓人感覺很舒服 簡約清新的風格裝潢 牆上也會有一些文青的勵志小雨 是一間讓人感覺很有溫度的小店 我們來吃吃看餐點吧 Sherry覺得她這邊餐點的部分如何呢 我覺得它的義大利湯麵是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很多湯麵它的味道都會分開 就是湯是一個味道 麵又是另外一個味道 但它融合得很好 而且它的料都給的超級多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CP值很高的選擇 那Sherry覺得這一家寵物友善的部分如何呢 因為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店員就是知道我們有帶狗 還有幫我們安排的角落的位置 我覺得這是蠻貼心的 因為球球就是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其實很容易緊張 牠就會很亂叫啊或什麼 所以在角落的話 牠會相對比較安心一點 而且牠的寵物是可以落地先審的 就是不需要一定要在推車裡面 還不錯 兩分是五個狗爪的話 Sherry會給這一家寵物友善的分數是 我應該會給牠3.5分 對就是其實整體的氛圍還是不錯 然後店員也對寵物都很友善 好帥喔 氛圍應該真的很好 牠睡得很好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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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今天來到這兩家寵物友善餐廳用餐完 你有什麼心得呢 我自己帶牠出門的時候 常常就是很多餐廳必須說 把寵物寄放在櫃台 就是牠沒有辦法跟著我們一起進到餐廳裡面 那今天這兩家其實牠都可以讓寵物直接進去 那可能是需要牽繩啊 或是需要坐在推車而已 但我覺得整體的友善的程度 已經是比以前好很多了 以上是我們這次體驗桃園兩家寵物友善餐廳 謝謝Sherry這次帶著球球跟說四一起出來玩 希望這次球球玩得很開心 這也是說四 別讓了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羽肉掰掰 球球掰掰 掰掰 還有一个質疑 我們現在看一下 市場都可以參與 為了 一組一組精神 帶著 車子 天 是 車子 吻 阻鼻子 昇 上